这个视频会来去讲一下 虚幻引擎的动画系统里面一个重要的概念 就是动画通知还有动画通知状态 我们就先讲这个动画通知 首先动画通知是什么呢 我们看一个应用的例子吧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第三人声控制器 然后它可以攻击 然后捡取这一个攻击的武器 但是这个攻击的时候它没有声音 假如我们需要去播放一个攻击动画的声音 我们怎样才能去用最好最合适的方法 去播放这个剑攻击的动画呢 我们可以hackle一个攻击动画 然后动画的声音 然后说我们这个动画开始播放之后 第几秒内然后就播放这个声音 但是这样呢其实就会有很多问题 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这个动画触发到某一帧的时候 直接就播放那个动画 而这种方式就是通过动画通知来实现的 首先我们打开这个一个动画文件 我们可以看到动画文件里面是有一个notifies的 这个就是通知的轨道的通知轨叫notifies 这个通知轨里面我们可以insert 插入更多的通知轨 你可以在不同的通知轨里面触发不同通知 比如说我只要在第一个轨道里面触发声音的通知 第二个轨道是跟其他逻辑相关的 同样的在动画之外在动画蒙 动画蒙太奇里面 他们我们也可以找到这个通知轨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的普通攻击的这个动画 是没有声音的 假如我们要加入声音的话怎么办 首先我们先找到这个动画需要在哪一帧加入声音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这个动画在这一帧的时候 假如我们想让它播放一个公击的动画音效 我们可以在这个音轨这里 动画的通知轨这里 单击右键 然后加入通知和andnotifies 然后下面有很多虚幻引擎自己已经创建好的通知 或者是我们预先自己创建的这个通知 我们这个play sound 就是虚幻引擎自己已经创建好的通知 我们可以选择加入 但这个动画通知 你点一下这个单击 左键点一下这个通知 你会发现在右边这里有这个sound 这个sound就是 这个通知因为是虚幻引擎自己已经写好的 它里面已经有很多逻辑已经完成了 它的逻辑其实就比较简单 就是你给它一个声音的文件 它会在触发的那一刻播放这个声音的文件 就这么简单 触发那一刻在哪儿 就在这个1这里 这个它这里有一个小菱形这个标志 然后我们比如说这里我选择一个动画文件 一个声音文件 这个声音文件其实就是 你可以选择任意一个声音文件 像我的话 我在这里有一个声音的素材包 然后我去找到它的Q 我去播放这个 这个声音文件 那我选中它 然后我回到这里 然后点击这个小箭头 它就会把刚才的动画声音文件插入进来 然后我们现在播放这个动画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会播放的声音 当我们手动去移的话 你会发现 它播放到这一帧的时候 它就会播放这个动画 然后它就结束了 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动画通知的应用例子 然后我们可以看可以看一下这是什么效果 保存 然后回到我们的场景点击plate 现在我们点攻击的时候 它就攻击力的声音了 这就是一个非常 比较合适的一个方法去加入一个攻击的声音 然后除了声音之外 这个动画通知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处理了声音之外 我们可以有加入这个play particle effect 就是播放一个例子效果 比如说我们需要它在挥键的时候 不仅播放声音 还有一个非常炫酷的攻击特效 是跟着这个键挥动的 那我们可以去在挥键的时候 同时触发一个 加入一个动画通知 去触发这一个动画的 触发一个例子效果 然后我们除了利用这个 虚幻眼镜自己带的这些动画通知之外 我们也可以自己创建一个新的动画通知 你在这里单击右键 add notify 上面有个new notify 你可以在这个通知轨里面创建一个新的 但是这样并不是太好 我们一般创建一个新的动画通知 就直接在这个content里面 然后举个例子 我们到这个content里面 创建一个新的动画通知 怎么创建呢 我们单击右键 然后有一个蓝图类 blueprint class 这个blueprint class里面 我们可以搜索这个anim notify anim notify 然后这个anim notify 我们选中这个anim notify 然后点select 它就会创建这么一个 动画通知的蓝图 这时候我们一般可以需要给动画通知改个名字 我建议的就是动画通知 你可以都加一个an的前缀 让你看就知道这是个动画通知的蓝图 然后我们创建的时候 我们可以双击点开它这个蓝图里面有什么东西 那其实蓝图里面就是最重要的这个部分就是function 你可以function这里有override 有两个可以override的函数 一个是get notify name 一个是receive notify 我们点击它们两个 然后get notify name 其实就是说 你定一下你这个通知 叫什么名字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notify name这里 也可以叫做mite newtendem notify 这是我的新的动画通知 然后我们在下面这个receive notify这里 就可以去做一些逻辑在里面 像是那个希望眼神自带的place on 它就把这边逻辑放在这里面 去其实就是说 它这里加一个变量 然后这个变量是声音 然后它在这里触发这个receive notify的时候 它就会播放这个声音 那这里我们就比较简单的去做一个print string 就是打印 我们可以去打印一下这个字 看一下它是什么样子 我们保存compile 然后当我们创建好 当我们在这外面创建好这一个动画通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动画里面用了 怎么用呢 就是可以其实跟刚刚才一样 我们为了区分就可以加多一个音轨吧 还加入一个通知轨 在这个第二个通知轨里面 我们也是回到一样的地方 我们单击右键 然后add notify add notify 加入通知的时候 我们在这里已经可以看到我们刚才新创建的这个动画通知 an my new anim 然后而且不仅是这样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名字 就是我们去定义的这个get notify name 就是获得通知名字那里 我们输入啥它这里就叫什么名字 然后我们播放 它们就可以 那我们播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触发看一下它有没有效果 我们现在选择保存 现在我们已经把刚才我们自己创建的custom的通知插入到这一个动画蒙太奇这一帧里面去播放了 我们现在回到我们场景点击plate 看后发生什么 首先就是我们点下攻击 你看左上角它这个 它已经被打印出来了 它打印出来那个我们刚才pring print string里面的信息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print string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个东西 我们可以在里面做很复杂的逻辑 就是说在这一帧的时候 它这个函数会自己被调用 然后具体要做什么逻辑 我们完全可以自定义 同时它在调用的时候会把这个动画播放的 这个动画attach到那个mesh 这个静态网格给传过来 通过这个你可以获得这个静态网格是属于哪一个角色的 然后你再跟进那个角色蓝图做沟通 做很多逻辑上的互相接洽 这就是动画通知的一个作用 然后除了动画通知之外 我们还有第二个东西 那就是动画通知状态 这可能会比较 这两个内容东西会比较像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新建第三个轨道 然后在这里单击右键 你看除了这个add notify加入通知之外 还有个add notify state 这个就比较tricky了 这个东西是什么内容了 我们其实可以直接新建一个动画通知状态 去看一下到底是什么东西 同样的在这外面我们可以去 同样的我们可以在这个外面 创建一个动画通知状态 单击右键 然后blueprint class蓝图类 然后我们这次搜索的就是这个 anim notify states 是他们两个是不一样的 是这个动画通知状态 我们选择然后去创建一个新的 跟刚才的动画通知类似 我们需要去命名 然后最好去加上自己自定义的一个前缀 去区分它 像比如我就喜欢叫它ans animation notify state 这个前缀 然后你双击点开这个栏头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函数里面 现在有四个 四个可以override 这个函数 首先这个名字是一样的 这个名字就是跟这个动画通知 是一样的东西 然后它有一个begin and 还有take 就是开始结束 开始结束 其实我们可以比较好理解 开始就是这个通知状态开始的时候 它会调用这个函数 and的时候就是这个通知状态结束的时候 可以调用 所以这就是不同的地方 可以看到这个动画通知状态 animation notify state 它是一个区间 它是说我这个区间开始的时候 那一帧会调用这个begin这个函数 然后结束的时候会调用and这个函数 然后这个区间中间 动画每播放一帧 它都会触发这个notify take这个函数 所以这有了这个三个函数 我们就是在这个区间里面 可以做非常多的逻辑 同样的我们创建了这一个动画状态之后 动画通知状态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这个动画里面去使用它 我们单击右键 然后and notify state 你就会看见这个ans 就是我们刚才创建的这个动画通知状态 跟前面不同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它拖过来这里 你可以看到这个前面两个动画通知 它只有一个这个红色的数字 它其实有点像关键针的意思 但是也不是 但是你可以看到它这里在一的时候会触发一个事件 就是那个动画通知事件 二的时候会触发 它们两个只会触发一次各自 但是这有一个这个动画通知状态 它就有两两个数字 其实三就对应了这个 它会触发这个begin开始的这个函数 四就对应它会触发这个结束这个函数 然后中间每一帧 每一帧我们可以看呢 我们可以看这个动画这里上面很多数字 其实就代表了每一帧 它播放每一帧的时候 就会触发这个tick的函数 所以我们有了这个例子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做很多事情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可以用输出这个文字的方式去看一下 这些阐述是怎么被执行的 然后我们回到这个 我们刚才创建的动画通知状态的蓝图里面 get notified name这个名字 我们就是随便取个名字 然后begin的时候 我们可以让它去做一些逻辑 在这里为简单演示 我们就直接让它去打印一些文字就可以了 具体要什么逻辑 你可以自己定义 等一下我会说一下 你可以在里面做什么事情 首先就是 看让它去 开始的时候 让它去 打印出 这个开始 My animation notify state start 开始 这个内容 然后在结束的时候 做类似的事情 然后在这个tick的时候我们可以做更加多的事情就是 在这个tick的时候就是我们看一下它跟开始的结束并不一样 它不是只触发一次 它是动画中间的这个区间中间的每一个动画帧它都会触发一次 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一样的去打印出一些内容 好 我们就是这个比较简单的内容 我们可以回到这个动画里面看一下它有没有 会不会有什么 行为 然后我们回到这个 场景里面 看一下 你看 你看当我们去攻击了一下的时候 首先它有一个结束 然后下面有很多啊 那个时间其实就是它 它中间这个tick 啊 就是说这中间动画每一帧的时候它会它会print一次这个 呃内容出来 其实就是可以说 这个 动画区间是 就是一个动画状态的区间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内容 我们可以去让它去实现一些 呃比较高级的一些功能 举个例子它有什么功能是需要这个动画区间去实现的呢 像是黑暗之魂这个游戏里面你可以知道它是有一个预输入的 它预输入就是说 我去攻击动画的某一帧的时候 这个动画还没完全结束的时候 我要按第二加工我按下第二次攻击按钮的时候 它会把这个输入给存起来 所以呢 它 攻击动画还没完全结束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打出第二下 如果你要等到攻击动画完全结束的时候才能接受输入 那么它就是 会呃 非常之别扭 所以这时候这个区间我们就可以用来定义这一个 它在哪个区间里面可以接受这个输入啊 除此之外还有就是做无敌帧 比如说假设假设这是一个翻滚动画 然后我们希望这个翻滚动画在这一帧开始的时候进入无敌状态 然后到那一帧结束的时候退出无敌状态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animation notify state 就是动画通知状态 啊 像啊 然后像是播放声音啊 这种只需要一个开头 然后你只要开头做这个事情 然后你就不管了 或者是播放声音或者是播放一个例子特效 那么你就用这个动画通知animation notify 所以这就是这两个东西之间的区别 然后这两个区别的东西是非常非常之强 强大 我们可以用来去实现非常非常多的功能 这样就实现了我们动画的逻辑蓝图 还有动画的动画 就是这个角色的逻辑蓝图 还有角色的动画蓝图之间的一个互相沟通 就是通过这一种方式去实现的 好的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